海南省昌江縣 烏烈鎮 烏烈村的村民因以政府发生土地纠纷 拒绝当局强征 遭到持枪特警 殴打及抓捕 网民星期五发帖称 烏烈镇 烏烈村遭到数十特警持枪进村 抢地 殴打 维权村民 抓走三人 当地网民 零姿态零角度 在腾讯微博写道 习大大一切权利为了农民 地方就搞利益 非法出售农民的养命田 非法占用农田 武力施压 滥用职权 打农民 该网民同时上传了14张现场图片 另一位网民称 昌江县又出现了政府强征土地的事 土地是农民的命 你把它强征走了 那不就要了农民的命吗 之前就强征过 现在又来乌烈村 农民不让征地 他们就打人 把人抓进警察局 然后打一顿再放出来 出来的都是只有半条命了 当地村民称 来了好几十个人 目前抓了三个村民 乌烈村村民钟先生本周五告诉记者 强征还在持续 今天还也是哦 今天他们也下去征地哦 他们开两辆那个大型的那种面包车 还有一辆像那个客车一样的 村民保护自己的地 不给他们征用了 他们去把人家养料 拉出来了 村民就去不给了 他去了 他就拿堵堵机去推 挖机去挖掉 这次要征多少亩地啊 他说是政府征要的 政府的政策这样 征用好多亩地 这种些对面田地 然后人家就说 那政府的政策应该要公布上新闻了 人民都会给支持政府吧 村民上传到网上的图片显示 多名持枪特警 将一名男子暗倒在地 另有多人被戴上手铐 推上警车 还有手持盾牌及警棍的公案阻止村民抗争 事实上 当地政府征地是为了商业利益而非利民 钟先生说 政府征地是为了将其出让给开发商建商品房 本台记者周五指点乌列镇政府办公室向一位工作人员查询乌列村的土地纠纷 乌列村有数万村民 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钟先生说 政府补偿给村民每亩地的价格偏低 令人无法接受 几某地还赔不到六七万了 他只赔个三万 三万二还是三万这样 我们农民也没有什么 就是若个平地去查这样 他们都去打出来 说来说 这就拿着枪 打伤了几个人 那时候我们哪里敢看 我们走着不敢看 就是看见他们抓 你看了万一他也打错你 也是当作是完事的 警察打人还是城管 他是派出所 还有村委会 新城下来的特警 你们村民主要是以什么为生啊 以往 打林工 我们种的水稻 让外地的下去种香蕉 种西瓜 南瓜 村民说 村委会干部以正政府官员勾结 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中保私囊 希望各地记者前往当地采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